随着制造研发力 近年来国际军贸市场中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各类新型武器装备 对于一些缺乏技术的国家来说 在这里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装备 随着中国制造日益举世闻名 中国正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中炙手可热的一部分 其实从近些年来看 中国制造在国际军贸市场中已经活起来了 我国自主研制的武器装备一直走在世界最前列 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正是因为物美价廉 同时又不附带其他限制条约 对于很多有需求却没技术资金的国家来说 具备如此高性价比的中国制造 怎能不让人为之心动呢 在国际军贸市场中 我国就有许多明星款战机 就比如说此前在新加坡航展中展出的 歼10战机的出口型猛龙FC20战机模型 其首次亮相就备受关注 它专门针对于亚非中东南美客户而打造的 一经展出巴铁就首先表示 有意购买超过30架FC20战机 却连伊朗也对其非常感兴趣 那么说到战机出口 值得一提的就是进军美国出交流飞机 在美国境内可飞行数量达到249架 并被认为是一款非常友好的飞机 据了解 在10月17号斯利兰卡空军购买了6架出交流飞机 有空军官员表示 中国飞机价格公道 性能也足够使用 非常适合我们 除此之外 非洲的尼日利亚空军历来都比较薄弱 正是因为其没有三代积极队 此前 尼日利亚空军曾向中国购买了15架 歼7NI 替换掉俄制的米格21MF战机 但由于出勤率太高 且维护不到位 从而导致2016年仅剩9架可以使用 因此 这也成为尼日利亚世代解决的问题 而该国空军最想到的依然是我国 然而要说的是 尼日利亚为了能够再次使用中国制造的战机 也是下了血本 据美国媒体11月1号报道 近日 巴基斯坦向尼日利亚提供了1.83亿美元 约13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将用于来购买三架中巴共同研制的骁龙战机 这也是此前缅甸购买6架骁龙战机以后 又获得的一个新的海外卖家 据悉 此次军售巴基除了提供战机以外 也会帮助修建技术设施及训练飞行员 同时还包括提供技术转让 诸多迹象已表明 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已经明证海外 为此又妹妹表示 如果按照这种发展趋势 中国制造或将成为军事硬件质量的标志 届时中国军备必将成为国际市场中 一到样力的光环